好 请教一下汪浩大哥 和平协议一开始是吴敦利丢出来的议题 韩国瑜是说民党能够回避和平协议的时间也不多了 今天朱立伦的说法是 和平协议的重点是和平 那当然和平人能追求 可是如何求到 汪浩大哥怎么看 这个问题我们上个星期讨论的时候 我实际上有表示一些意见 我本质上认为这个议题是个假议题 因为最基本的问题 就是这1949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没有一天放弃 以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作为一个选项 那么1月2号习近平的讲话又再次重申 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那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 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来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选项的情况下 任何关于和平协议的谈话 本质上是一厢情愿的假议题 因为 但是在台湾一厢情愿的假议题 真的有选票 发大财是不是一厢情愿 是 可是有没有票 有票 我对台湾的民主 对老百姓的基本的 这个台湾人对这个政治问题的基本认识 我还是蛮有信心的 毕竟我们经过这70年的两岸的攻防 这个大家对这个基本问题是很清楚的 特别是有习近平在做国民党的猪队友 那习近平这个一再公开的讲 中国共产党也 中国人民共和国也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里面 也有明确的使用非和平手段 来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条款 那你在 这个 如果你要做和平协议 第一 中共要承诺不使用武力 第二 要取消反分裂国家法 对吧 第三 你要把你那两千颗导弹移走 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不可能的事情 你去跟他讲说 你去跟台湾的选民说 我当了总统 我吴敦义当了总统 我要去谈和平协议 谁都知道你不可能谈得成了 因为你要谈的和平协议的本质内容是什么 本质内容就是要习近平放弃使用武力 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选项 美国人跟中国共产党谈中美建交的时候 从尼克森开始到卡特中间谈了七八年 美国人都不能说服中国共产党公开承诺 放弃使用武力 你吴敦义有什么去说服共产党公开放弃使用武力 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迷信武力的政党 这跟他这个政党的本质有关系 他所有的这个毛泽东讲 这个枪杆支里面出政权 这个统一也是通过枪杆支来实现的 在这种情况下你跟他说傻傻的就跟他说 我要跟你谈和平 和平的话人家说可以啊 你先投降才有和平 共产党跟国民党实际上以前谈过和平 1949年4月份周恩来给了一份国内最后和平协议 让国民党的代表团签 那当时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总裁 坚决反对说不能签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投降协议嘛 你签了你就是等于放弃自卫 放弃投降了嘛 那这个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本质上你谈的和平协议是什么内容嘛 那第二个问题是 谁跟谁谈谁跟谁签嘛 那我有提到中华民国宪法中间是很明确的规定 关于战争和平问题是总统的权利 那是战争和平或者国对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 而不是某个党主席对另外一个党主席 请问两个党主席凭什么代表全体国民或国家 是因为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对于战争和平的权利 是非常明确的 这个只有是总统特权 而且要经过立法院同意和批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当然不可能是国民党主席代表去签了 你不能以国民党主席的名义 你只能以总统的名义 你不能够在一个所谓 我已经讲过很多 他不能够所谓一个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 这么样两个没有法律实体的一个框架底下去签和平协议 这个协议一定是要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国与国的关系签订一个和平协议 而且你希望这个和平协议是可以有国际保证的 是可以有一个核实的机制 然后有争端的解决机制的 这样一种状况 如果现在朱立伦或者韩国瑜 或者吴敦利不管谁 他提和平协议 他提这样的论述跟这样的政策 然后他得到2020总统选战的胜利 然后他挟着胜利的正当性 假设又立法院过半 那有没有可能就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真的去谈 真的签出一个也许最后是一国两制的和平协议 而也许最后台湾立法院也过关 我自己个人认为是不可能的 因为实际上你刚才谈的这个情况 国民党的人当了总统立法院又是国民党过半 这个情况在马英九十七已经发生过 实际上马英九十七 他也曾经一度提过和平协议的这个概念 但是后来发觉根本谈不下去 因为你和平协议的内容 我刚才讲了这个问题 和和平协议随跟随签的这个本质问题 这两个本质问题 马英九研究了以后 发觉根本解决不了 根本解决不了 因为你不可能说服共产党放弃 使用武力作为选项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共产党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话 你签出来的怎么可能叫和平协议呢 那么马英九实际上 曾经一开始有过这样的想法 但是试探了一下 发觉完全不成功 他就把这个题目就割下了 那会不会那个时候试探不成功 未来试探可以成功 我不觉得 就跟现在丢和四的议题 和四在台湾 见过停过又有人丢 搞不好这个三年后五年后又重建 台湾就会发生这种事 这个本质概念是不一样的 因为和平协议是台湾跟中国前 或者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前 你这个本质关系是两边要统一的关系 而和四是台湾内部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本质概念是不一样的 我自己觉得和四问题确实是 国民党和民进党也好 台湾内部也好 确实可以从各个层面做更充分的讨论 包括技术的安全和和 和能的管理 和废料的怎么样管理处置 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 从台湾本身的能源安全的角度来讲 也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值得讨论的 就是你真正从国安的角度来讲 你把火力发电拉到六七成以上的攻击 然后你将近一半是用天然气 天然气涨价的时候你怎么办 就是说民党就算要推非核家园 民党得把非核以外的所有替代能源的风险 做一个统一的总风险的控管 过度的依赖天然气 就会发生我刚刚讲的国安问题 我觉得能源问题确实是有很多 从技术层面 从政治层面 从社会影响层面 可以大家讨论的 但是和平协议的问题 确实是一个本质的台湾生存 更重要的我认为是一个态度问题 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绥靖主义的 投降的这样一种心态 还没有 因为说老实话 大家看这个历史 一个是中国共产党 我刚才有谈过 他们实际上跟国民党签过很多协议 最后大家都没有遵守 这是第一个历史很清楚的 第二一个 从二次大战的发生的原因 很大程度上是跟1930年代 英国 法国 甚至美国的 绥靖主义思潮泛滥 投降主义心态 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是历史上大家的共识 那冷战之所以没有变成美苏全面热战 这跟双方核武器的恐怖平衡 有很大的关系 也就是说你是要用一个坚强的国防 一个敢打愿意打的这样一个意志 来维持这个和平 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过 以色列人认为 以色列今天的和平是打出来的 那从战略的角度来讲 攻击是最好的防守 但是什么叫攻击 那你是发动一场战争叫做攻击 还是你不断的壮大 你本质的武力跟非武力的实力 也作为一个壮大自己的国家主权 跟立场的攻击 就是说那如果你都不做这件事 那你当然只好签和平协议 我们广告之后回到这边现场